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深浅战略 好来 237点了 要收上加 那当然你不用问 当然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礼拜五开高走低的阴影 再加上美國股市的一個下跌 其實你說美國股市下跌 我們平常心講 上禮拜五有沒有跟你講過 你這兩天看從不會知道 我都跟你講 這個台北股市領先指標 先回再說 有沒有 我有跟你講過 台灣是先回再說 美國 歐洲都一樣 都是先回再說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這不是用猜的 真的是有根據的 這有方法的 這個真的有方法的 禮拜五開玩笑 有沒有 拜五也受最多 也是開高走低 先回再說 這也沒有錯 有錯嗎 所以這個有時候 這個行情有時候 你說沒有辦法預測到百分之百 坦白講還是有機會 這開盤還是又洗下來 這樣 就先回再說 這開盤就先回再說 歐洲也一樣 歐洲也一樣 但他們今天應該都是小紅小黑的震盪而已 他們今天都震盪 因為台灣今天也震盪 所以他們也震 大概小紅小黑的震盪而已 好 那行情從這裡殺下來 告訴你不要慌 這是一個買點 然後上來告訴你 這個地方不能再追了 要先獲利了結 因為接下來會先回再說 下一次的一個 像這種買進的一個時機 在什麼時間 會在這個禮拜的上半週 會在這個禮拜的上半週 但是我有一個前提 我有一個前提 這前提你們要聽清楚 前提是什麼 我說這樣不能急說嗎 你不能急說 你講這個沒有根據 我們怎麼知道 什麼叫急說 什麼叫不急說 對不對 我是不是有跟各位講800 今天有838億還好 還好 還好 你就真的要注意 我在跟你講的這個時間了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1月9號 就上個禮拜五 真的先回再說 然後收小黑 好 那我告訴各位 行情它不是什麼啟動 這漲上來就是什麼行情啟動 不是這樣 而是根本就還沒啟動 你到今天來看的話 唉唷 真的有什麼 根本就沒啟動 也是在這裡害而已 對不對 好 來 但我還是要告訴各位 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的一個進場時間 在這裡跟你寫得非常清楚 好 今天是不是買訊呢 好像也不錯 好像也不錯 但是你從今天來看的話 今天來看的話 先從這裡來看的話 你比較這裡跟這裡 這裡是下跌之後 最後的一個桿底 所以他有轉折的機會 那這裡呢 他是過高之後的拉回 所以兩者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結果就會不會一樣 好 那你來看 這個地方一個拇指線 這裡也是拇指線 隔天他住了一個紅線 確認 這是內困三日反紅 而且這一根紅線是有亮的 雖然不怎麼紅 但是也是紅 好 那這裡就告訴你 他是一個轉折缺率 所以他會一直上 他會一直上 會上到這裡之後 好 但是這裡就不一樣了 這裡雖然跟這樣 是出現一個拇指 隔天也是一個帶量的紅K 隔天也是帶量的紅K 但這個就不是內困三日反紅 所以我當時都跟你講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你看人家連續性上漲 這裡哪有連續性上漲 接下來都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這是開低走低 所以情境不一樣 他結果就不一樣 好 現在讓你分辨 教你分辨這個東西之後 那麼投資朋友來了 這裡和這裡是一個不一樣的 分辨得出來 可以啦 好 這個禮拜的上半週 你要注意 上半週今天扣掉之後 只剩下兩個交易日 大概兩個交易日而已 上半週會跟國際股市 同步來做整理 你不信你就等著看 今天台北股市小紅小黑 大概小黑 其實他們也大概差不多 小紅小黑這樣子而已 它都是一個整理盤 台北股市今天就是一個整理而已 你說的殺多低也沒有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它是一個整理盤 整理就很容易出買點 整理的時候很容易出買點 那這個整理一定會跟國際股市同步 那如果整理完了之後 國際股市 它有跟台北股市一樣往上走 這是上個禮拜五寫的啦 寫的喔 說這個禮拜的一個上半週 會出現一個拉回的滿訊 那至於今天的拉回是不是滿訊 其實坦白講 我應該也不用講得那麼清楚了 我應該也不用講那麼清楚 反正這個時間區呢 只要你買應該就OK了 為什麼 以目前量價關係的調整 它維持於多頭的一個架構 因為已經把那個背禮把它修正過了 所以下週的行情理應偏向有利多方 但是極短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我最近還一直跟你講 它極短線它還要整理 所以我告訴你不用追就是這個原因 好 同時短多會在仍有 再出現一次滿訊的一個可能 好 那這個滿訊呢 會出現在上半週 因為上半週它是以盤整 或者拉回的機會為高 好 那這個地方你要看成一個什麼 下跌 或者要看成一個整理 這個實在人看的 但是意思都是一樣的 因為本地就這樣走 本來就會這麼走了 這不是今天才跟你講 這上禮拜就跟你講 那麼下週整體格局可 佔規劃 是先盤後上 或者先下後上兩種可能 聽清楚 是先盤後上 或者先下後上 都是後上 所以下半週都是後上的格局 所以既然下半週會後上的話 那上半週 你應該都是滿訊 就是用這裡 我再跟你講上半週出滿訊 下半週會拉抬 一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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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拜的 這拜二 拜三拜四拜五 所以你說上半週 這一天這一天出滿訊而已 我們當然是在大碟這一天買的 當然上去我們就是賣掉 因為我們告訴你這個不是一個起漲 賣掉之後我們現在就等買訊 等著買 哪時候跟你買 哪時候跟你講 其實主要那個都不是重點 只要你把握得住 現在上來的話 主要是這條壓力線 現在多空關鍵不在這個地方 也不在這個地方 這個都不是 這個都不是多空關鍵 你看這裡跟你講空的人 現在不是全面都轉倒灰 再來說要求國際股市 要怎麼買 現在國際股市 如果今天只穩的時候 這些人又多錢 都是這樣子 我說真的都是這樣 看久就是這樣 真正多空的關鍵 都不在這裡也不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一條線 這一條是台北股市目前 最接近的主下降壓力線 這裡才是多空的關鍵 如果要跌 也是在這裡出現了一個假突破 才會增拉回 如果真的要跌的話 假設這裡 它是一個帶量突破的話 這個點跟這個點 它通通會突破 因為這壓力線突破的因素 所以這個點會突破 這個點會突破 會往上再找一個高點 這個高點在哪裡 不知道 這搞不好在千里之外 對不對 搞不好在千里之外 不知道 現在我們可以把握的 是不是說 從這個位置 如果能夠拉低一點的話 那是最好 從這裡到這裡這一段的位置 你應該是要怎樣 你應該是垂手可得的 你應該是垂手可得的 這一個量 這一組量 它已經化解了 這個背裡的一個走勢 好 那接下來 它就會怎樣 整理之後往上攻 攻 攻剛剛講的上面那一條線 所以下降壓力線 才是多空的關鍵 現在在這個地方跟你講 簡直送分 這是送分題啊 也就是說你跟 坦白講我跟你講一講 你自己就可以靠你自己去 賺到這一筆錢了 那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 那你這一題要拿70分 要拿80分 要拿90分 要拿100分 你就是看你的機遇了嘛 對不對 假設你要求要完美到100分 你是完美主義者 你要求他100分 那你要自己拚你的實力去 去拿100分啊 他是送分 那送分你要你寫吧 你要去寫啊 教授可能給你分數啊 你都不寫 教授會給你分數嗎 你要寫嘛 這生論題歐巴 你整張如果扛八 和你扛科授跟不科授 你連期末考都不去考 你會有分數 就人家在送分你會有分數 你不去科授不寫 去阿棋不寫 這樣你說要歐巴 你也要寫啦 你也要寫吧 好 那這寫就要看個人的能力啦 我說基本給你60分啊 基本要給你60分啊 你要得幾分 隨便你啊 你要自己寫得夠認真 你寫得多一點 寫得跟題目一樣 大概差不多往來100分 要不然90分 啊 啊 南山也要80分 對不對 你清菜寫寫的 黑白寫寫寫的也要給你分數 因為就是送分啊 這是送分啊 所以你就看你自己的際遇啦 我講這樣看你自己的際遇啦 我們雖然跟一般的頭股老師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也是做到這裡而已 說今天要讓我同步進場 我也不可能說會完還沒進場 他說欸來來來來來 我們也知道幾點幾分我們做的進場 我們也不可能做到這樣耶 那做到這樣就太過了 他已經說這麥白的上半週 這就是會出現買訊 你就慢慢擔買訊 啊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什麼有這個買訊 要怎麼找 我不會怎麼說 我... 啊你如果人家說我還有比你更厲害的事 看 不然這個事情又會通過 這可以啊 這會通過 拜通過 這樣就OK啊 我... 不敢說什麼一百分啦 那不也千八十分有 對不對 我不敢說 跟他說那百分幾百的 但是我十二十年漂亮 你沒有... 最沒有教授看的 金毛錢也會 不然也七八十分有 你如果覺得我還可以 有比你更... 真的有比你更厲害的事 這樣就委託我沒關係 要委託電話就卡得好 好不好 你也知道要點下去 待會兒講個話 好不好 把握這個機會 我是跟你講真的 剛剛那個是廢話一大堆 但是還是建議說 你真的要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 當時候我跟你講 轉折的時候你錯過 這個大跌的時候 兩百多點你慌了 我告訴你不要慌 這是一個買訊 你們都錯過了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 如果真的有買訊的話 我希望你不要錯過 真的 再怎麼說 今年輸幾年了 怎麼說這個 改動 可以贏到最後一把 去年不見得誰輸誰贏了 所以要好好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這真的是說真的 過去種種就讓它過去了 我們把握未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轉折真的要好好把它做好 好不 麻煩你 有問題 有需要的 趕緊卡住 你時間一段不等 時間不可能回頭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讚展大氣質經貿圈區 捷運三百米 雙鐵共有權 小資陳家屬權 金磚一致參訪 捷運造晉王 智產新亮點 8 6 8 2 1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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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征兆 实名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清晨一起发生于住宅的火灾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快把瓦斯炉关掉 怎么还有声音啊 快孙 灰球处理时尊 它一侦测到有高温或浓烟 也随于划出警报声响 后来无时间通知出来人赶紧逃孙跟打119报警 没错 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 安装注定器 安全无合逼 请购买富有合格标识这产品 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 好 欢迎你继续收看我们生前战略 好 这股票你应该也蛮熟悉的 听我们在讲也讲一段时间了 今天也不多啦 大概就是3% 但这个3%也蛮重要的 好像突破了 我身高费今天很痠痠 我今天有够痠痠 又留在那里帮出来 所以这股票你听我分析 其实也分析了一段时间了 真的也分析一段时间 我好像在哪一天这里好像被它洗过 真的啊 在这里 好像在这里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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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支上去不知道哪一天我忘了 这里被它洗掉 我被遮洗 本来是加码 加码也赚不到几块钱都被它洗掉 只有那个基本单 那基本单买在这个地方就握着 厚着 让它去震 让它去震 这里跌到这里的时候 感觉上这个应该是买讯 但又不敢确定 因为带量 所以到这里才有办法跟你讲说 这个不会跌了 赶快拉回找麦点 所以我告诉你说 不怕拉回就怕拉不回 就是这支股票 对 你还印象很深吧 我还拿盘后膠给你看 不怕拉回就怕拉不回 就是这种股票 你看 从141今天涨到153.5 涨了十几块 在这里到这里 你就真的要去买 嘿嘿嘿 他还有一点不快给你买 你看这楼高拐 这支股票真的有高拐 好 那到上礼拜 你看 来来 我一个一个翻给你看 这是他没有封关12月30号 这个我当时候跟你讲的 我说刚 当天收盘是140块半 没有收在141 这个理论上 这个应该就可以确认说 这个不会破了 因为这个是带量 对不对 这个是带量 但是我们做分析的人 就是有 有时候如果 带你们作股票 自己的作股票是不一样 你自己看这对了 差不多了 但是因为带费 我跟该盘的人说 一定要保持 那个稳健保守为原则 要用这个 这个稳健保守 这个做一个出发点 好 那你要稳健保守 你就收起来 你就等他收上 收上的话 应该就可以解除破底的危机了 好啦 你就等一天 收142 还是尾盘拉上来的 所以我就告诉你 这个已经解除了 这个危机了 所以过年后 你拉回就可以布局多担 当然是希望拉回升一点 但是我们希望 他老是不跟我们这样子走 这一枝很高高的啦 拉回就高你140亿而已啦 好不好 10个人也在说 拉回要注意买讯 真的啊 讲到我在讲 走到他在走 肉包子打狗 一直叫啦 不来就是不来啦 一直起来啦 这是等一下 我要去死人真的有什么 好 再等他 等他等他要攻高点 好 那攻高点很多人说 都这个股票没有救了 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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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上了 谁跟你讲的 我不是告诉你 上影线是预留上涨空间吗 不会涨 老是不会涨 你看看 上个礼拜五 来 所有的震荡区是不是在上影线的范围里面 是不是 对嘛 好 149没有过 没有过 为什么没有过 量缩掉嘛 所以这个量缩掉 我要用正常的解盘 要跟你讲 那如果大盘 大盘 大盘都有整理 那这种股票来整理 应该也正常 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量缩的话那不错 那继续量缩 让他整理一下 我们就要切入买进了 哪知道 我们都按算了好好 说这些按算了好好 吃吃饭在等下 结果他说他吃饭了 直接扑一下再起来 你看这个气死他买了 我们有准备的人都还这样子 那更何况那些没有准备的 更何况那些有人在放空 那都看到这个在烤有没有 看他这个在跌有没有 学艺不精啊 今天学艺不精啊 啊这个量价 不会同时到底 所以这个会逼破 对啊 那余老师教的啊 对啊 有事情你找余老师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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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啊 但是技术奔西 有告诉你哪时候要破吗 你自己学艺不精啊 你不怪什么啊 人家 跟他说余老师 一定会老一步的 哪有可能都总要你尬 尬尬尬尬 尬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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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可能还会继续 那当然啦 当然啦 我还是希望 他说一下 让我们买一下 说真的 大家 到底这么久了 你也让我加码一下 你叫我基本单 我是 我要摸我当时才会解套 我要摸我当时才会解套 你也让我加码一下 真的没意思啊 这个股票 我说真的呢 我250 是说我已经做过来做的 我250 套到现在 现在150 假设150 真的150让我买到了 我又买一次150 这样加起来400块 到200我就没有赔了 到200我就没有赔了 200过了我就变成赚了 加码 当然要加码 不然你放到输了 你套到600 你现在不加码 你想说你会解套 当然是说減输掌 減输掌 減输掌 不贏的就很辛苦 減输掌 总是你要減输掌 你要解套 你也要 你也要稍微叮咚一下 你病也要吓一下 你中文也要卡一下 直接放在那里去解套 要600的人套到600 你真的可以 你现在涨到600 你拿一匹资金 那些什么拉一下拉一下 加码一下 你才有解套 不需要解套 红海来 也差不多差不多了 大招哪些出迈讯 他应该最有机会 含指数同步 这支股票我也分析很久了 我跟妳分析很久了 从这里我就告诉你不用紧张了 这里也告诉你不用紧张 我说真的 他一直都说很久了 但是他真的是讯号出来了 量一直在说 量缩才能沉底 他现在是落底打底 还要沉底 那你要沉底的条件 就是之前一定要量缩 你现在这里可不可以把它 化成一条紧线 可不可以 他有条件 但是问题是拉回到哪时候去买 跟着我走 很多股票嘛 我就跟你说了 欸 联发科也是 研发科啊 联发科今天过了吧 联发科 这两个熟了喔 有没有 这不是看这个 是看这个啦 欸 对对对对 量收价不跌的时候 要注意买讯 其邦也同样 其邦也同样欸 其邦又吐起来 但是一直标起来 不会大涨 还是会震一下啦 震一下 震一下都是我们买讯啦 还有这一档啊 量产民旗 知道没时间来说啦 一支也差不多了 好 来 这无联网的 这好好跟我来 你来就是买这一档 好不好 有兴趣了 趕快把电话报通 我明天再见 拜拜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中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 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头部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得头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得头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得头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固得头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头顾 固得头顾 去年台北股市的涨幅高达8.1% 在各国主要交易所的股市当中 仅次于上海哦 那么证交所董事长李树德 倒是大力赞赏 赞赏什么呢 对于金管会主委曾明宗提出的 未来陆克买台股 将要朝向国民化的待遇 来规划 李树德表达支持 也强调台湾已经准备好了 证交所举办行程记者会 董事长李树德一开口 就先跟全场拜个早年 洋洋得意喜气洋洋 祝福大家西夏四成平安如意 在103年在我们金管会主委 相关政策一些开放一些措施的 这些革新啊 这个价量都涨了很多 举起红酒杯 李树德要为新的一年带来新气象 针对去年台股表现也十分满意 至此时还不忘称赞金管会主委曾明宗 曾主委提出 未来陆克只要透过境内证券 外汇业务也能下班买台股 也就是说不管是台积电